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二月二十五日 这里是华尔街网报当日第三期节目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俄罗斯和乌克兰局势的最新进展 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突发新闻 北约决定正式部署北约反营部队成员 以挫败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进攻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周五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对乌克兰的全面入侵 他警告俄罗斯军队还在向基辅移动 我们已经部署北约反营部队的成员以加强态势 并对任何突发事件做出快速反应 斯托尔滕贝格表示 这是北约反营部队首次为集体防御而启动 他表示人员将被部署到联盟东义 目前法国领导着北约的先锋部队高度戒备联合特遣队 美国防长奥斯汀则表示 可能与北约一起部署的美军也至于高度戒备状态 五角大楼新闻秘书在早些时候的简报中告诉记者 如果需要美军可能随时备战 目前一共有八千五百位美国人员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国防部没有回应有关于这些人员现在状况的评论请求 根据来自美国媒体Axios的报道 俄罗斯军队仍在努力占领基辅而基辅普通民众继续抵御 但是乌克兰官员表示 俄罗斯军队是世界上最大 当然也是装备最精良的军队之一 靠我们自己如果要打败俄罗斯军队 这将几乎不可能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求国际社会进行干预 不仅仅是通过外交手段 而是通过非常特别的军事支持计划 他强调我们需要额外的武器 我们需要额外的军事装备 拜登总统已承诺不使用美国军队参与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冲突 在本周早些时候表示 我们的部队现在和将来都不会与俄罗斯在乌克兰发生冲突 而说及中国方面对于事件的态度也引起外界普遍回应 中国外交部在北京时间凌晨两点十一分发布文章 引述外交部长王毅的话 说王毅阐述了中方对乌克兰问题的基本立场概述为以下五点 首先是中方坚定主张尊重保障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切实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 第二是中方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 认为一国的安全不能以其他国家为代价 地区安全不能以强化甚至扩张军事集团来保障 在北约连续五轮东扩的情况下 俄罗斯在安全方面的正当诉求理应得到重视和妥善解决 第三中方一直关注乌克兰问题的演变 目前的局势是我们不愿看到的 当务之急是各方必须克制 避免乌克兰事态恶化甚至走向失控 同时尤其要防止出现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 第四点是中方支持鼓励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外交努力 欢迎俄罗斯和乌克兰尽快举行直接对话谈判 第五则是中方认为联合国安理会应该为解决乌克兰问题发挥建设性作用 根据外交部通稿 王毅说中国作为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和负责任的大国 始终忠实履行自身的国际义务 在和平和安全问题上 中国是记录最好的大国 我们从未侵略他国 不搞代理人战争 不寻求势力范围 不参与军事集团对抗 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 说及中国在有关于俄乌局势的表态 尽切成为了国际媒体关注的焦点 在今天早些时候 来自华尔街日报前驻华记者魏玲玲女士的一篇独家报道 也引起了世界媒体的广泛关注 文章介绍 自从本月出习近平签署了与普京的特别声明以来 北京一直在努力调整对于乌克兰局势的立场 这一决定也受到了中国外交机构政策的影响 他们坚持认为普京并不是为了战争 根据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 中国支持俄罗斯和乌克兰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几周来中国的外交政策机构对于美国以及欧洲盟友 关于俄罗斯即将入侵的源源不断的警告不予理会 反而指责华盛顿扩大了俄罗斯的威胁 现在中国正努力恢复某一种平衡 华尔街日报介绍 在本周随着俄罗斯入侵迹象不断出现 中国一位有良好政策圈关系的外交学者 向一群忧心忡忡的中国投资者和分析师发表演讲 题目是一场不会发生的战争 这是上海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 也是为中国政府提供咨询的审议 在周二在一家证券公司举行电话会议上所说的 他说我们认为俄罗斯单方面对乌克兰宣战的可能性很小 而不到四十八小时 普京就对乌克兰发动了全面攻击 华尔街日报引述了解北京内部情况的人说 习近平在二月四日北京冬奥开幕会当天 与俄罗斯签署深层次合作关系时 对于入侵的风险还持续淡化 而这影响了他的考虑 根据接近北京外交政策机构的人士透露 在普京访问北京的前几天 给中国最高领导层的政策建议 集中在这一伙伴关系应该如何应对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压力 但是淡化甚至直接否定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可能性 来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介绍 这导致了北京驳回了美国对于全球社会的警告 根据警报 普京并不是在虚张声势地说他的入侵企图 而的确就是有入侵的想法 但是当时这样的警报却没有引起北京的注意 曾经就网络安全等问题 向中国最高领导人提出建议的审议 没有回应华尔街日报的采访请求 根据来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北京事先没有想到普京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而中国驻基辅大使馆直到周四俄罗斯军队进驻之后 才宣布从乌克兰撤侨 近年来中国一直在推向一向多边议程 吸引其他国家加入中国的经济轨道 其中也包括俄罗斯和乌克兰 为其基础建设项目提供资金 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 对于非洲和东南亚国家的疫苗外交也是如此 通过在乌克兰危机期间向俄罗斯倾斜 反而却是北京曝露在被全球谴责的风险之下 根据来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现在中国陷于越来越困难的外交两难困境 首先是需要尊重与俄罗斯的伙伴关系 但是同时如何不放弃对不干涉外交原则的承诺 但是同时北京又有不干涉外交原则 需要北京明确谴责俄罗斯的攻击 同时北京有一个愿望 是防止其与美国和欧洲的关系完全脱离正轨 根据来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习近平向莫斯科倾斜的战略决定酝酿了很久 二零一二年底上台之后 习近平试图与华盛顿建立关系 指示官僚们有一万个理由搞好中美关系 没有一个理由来破坏中美关系 但是与川普政府进行的贸易战以及其他一系列紧张趋势削弱了中美两国关系的基础 然后与拜登政府的紧张关系也出现了加剧 进一步让习近平对华盛顿感到失望 根据来自华尔街日报透露 习近平十年前制定的以美国为中心的外交政策准则 现在已经被一个以对抗美国为中心的准则所取代 而这个准则是由习近平和普京的共同议程所驱动的 普京至少希望得到在中国有一个强大支持者的形象 而这样的联盟关系对于中国来说 任何好处其实有的话也是比较模糊的 根据来自华尔街日报的回顾报道 很多中国人把普京称为普京大帝 至少他来到北京奥运开幕式上 可以说是帮中国挽回了面子 在西方大国普遍抵制奥运的情况下 普京其实是习近平唯一的真正贵宾客人 而作为回报 普京寻求中国支持俄罗斯反对北约扩张的行为 这是莫斯科在乌克兰问题上与美国领导的北约对峙的一个关键要求 消息是向华尔街日报透露 在出席奥运会开幕式前与习近平会面时 普京分享了对美国的不满 他说美国试图建立小圈子 这在中国那里引起了深深的共鸣 消息是向华尔街日报透露 普京在谈话中从没提到他对乌克兰的计划 两位领导人随后就发表了一份十分不同寻常的联合声明 被外界普遍认为让中国关系达到了二战后冷战初季以来最密切的程度 声明中明确提出了反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统一战线 一个字也没有提及乌克兰 普京离开后不久 中国最高领导人闭门不出 连续几天试图酿对乌克兰危机如何回应 华尔街日报写道 最近北京的反应一直在更明确的反对入侵 和为莫斯科的安全关切提供道义支持之间摇摆不定 同时继续指责美国以及其盟友夸大了来自俄罗斯的威胁 消息是向华尔街日报透露 就目前而言战略是只说不做 北京已经采取了一些温和的措施来帮助俄罗斯 比如取消对俄罗斯小麦进口的限制 而这些限制已经实施了几十年 之后再要为您带来的是过去几个小时的其他突发药文 首先来说到俄罗斯方面的消息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警告表示 如果芬兰和瑞典试图加入北约 将对他们采取军事和政治后果 扎哈罗瓦在新闻发布会的片段中说 瑞典和芬兰不应把自己的安全建立在损害其他国家安全的基础之上 如果他们加入北约会产生严重后果 可能有军事和政治后果 俄罗斯攻击乌克兰的一个借口是 北约必须要给予保证不允许乌克兰加入政府间军事联盟 而乌克兰一直坚持要加入 而同时根据欧洲委员会征程 欧委会今天正式决定由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武装袭击 要立刻暂停俄罗斯联邦在部长委员会和议会中的代表权 根据欧委会声明 今天通过的决定意味着俄罗斯联邦仍然是欧委会成员和欧委会相关公约的缔约国 包括欧洲人权公约 为俄罗斯联邦选举的欧洲人权法院法官也仍然是该法院的成员 暂停并不是最终措施而是临时措施 俄罗斯与欧委会之间仍有沟通渠道 此前华尔街网报向您介绍乌克兰和俄罗斯方面似乎产生了和谈的意愿 但是普京的发言人佩斯科夫随即表示乌克兰明确拒绝了明斯克会议 希望在华沙举行会议 乌克兰对于俄罗斯的谈判提议没有做出进一步的回应 此前华尔街网报向您介绍 中国国有银行已经开始限制对俄罗斯大宗商品融资的有关消息 根据来自彭博社的报道 现在市场已普遍受到这样消息的提振 但是中国贺皮书的分析团队指出 这可能是中国的银行在未被告知其他要求的情况下 自动默认遵守美国制裁 并不能够说明北京态度的明确改变 此外欧盟正式宣布把普京和拉夫罗夫列入制裁名单 博雷尔在通报会议上表示 此前欧盟制裁的世界元首级领导人只有阿萨德和卢卡申科 现在加上了普京 泽连斯基和与拜登总统在美国东部时间周五五间进行了通话 泽连斯基随后在个人推特上面宣布 讨论了加强制裁防务援助以及建立反战联盟的问题 乌克兰紧张局势仍然继续 根据Mexor卫星图像显示 在白俄罗斯南部有几支大规模的地面部队和运输直升机以及支援设备 目前并不清楚这一些设备的具体用途是什么 约翰逊表示英国也将跟随北约对于普京和拉夫罗夫实施进一步的制裁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此前表示 乌克兰已经给俄罗斯军队造成了重大损失 挪威防长表示应考虑在处立陶宛移动的北约东侧部署更多军队 此前有俄罗斯媒体传播消息指泽连斯基已经放弃基辅各自逃出国 而佐伦斯基在个人推特上面发布了他与团队的一个新视频 他说我们仍然在这里 我们仍然留在基辅 我们还在保卫乌克兰 全部午时间 Lider фракції тут,Голова Офісу Президента тут,Прем'єр-Міністр Шмигаль тут,Подоляк тут,Президент тут,Всі ми тут,Наші військові тут,Громадяни суспільства тут,Всі ми тут.Захищаємо нашу незалежність, нашу державу.Так буде і далі. Слава нашим защищникам.Слава нашим защищникам.Слава Ukraine.Слава Ukraine.Слава Ukraine.Слава. 外界针对普京以及俄罗斯的制裁态度又有强化.德国经济部长正式表示,对于把俄罗斯从swift系统中剔除持开放态度,而意大利方面也表达了类似的开放态度,这代表着两国此前态度的转向.俄罗斯方面仍然加强对于乌克兰的宣传攻势. 在一次电视讲话中普京声称呼吁乌克兰军队拿起武器推翻基辅的领导人 又强调基辅的领导人是恐怖分子吸毒者和纳粹分子 但是没有提及具体明确的证据